大家好 这里是万表刘星利 我是刘星利 往年呢 像IWC这样的品牌呢 他们的新表发布呢 一般会在瑞瑞巴表展上发布 但是今年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呢 大家都选择了云发布 除了云发布之外呢 IWC呢 还是属于比较快的 把他今年的新品呢 拿到了专备店 这样让我们有机会呢 就亲眼看了看 他这个新品的实物 今年IWC的这个主推的新品 是他的葡萄牙系列 这个葡萄牙系列呢 有那么几个看点 第一 就是他全系列实现了自产机芯 我们知道很多发烧友 比较关心一个手表的品牌 一个手表是不是自产机芯 似乎他们对品牌的推举整合度 比较关心 现在在IWC的葡萄牙系列 这个已经是没问题了 全系列都是自产机芯 除此之外呢 在新品里还有一些 专卖店特别款 这个特别款呢 一般都是比较复杂功能的 比如说起步功能 就是驼飞轮 然后还有什么驼飞轮 和万金粒什么的 现在我们就慢慢的往下看 那么怎么样辨别出 这个一款IWC 是不是这个葡萄牙系列呢 我们可以注意这么几个特点啊 表盘比较整洁 比较开阔 异毒性比较强 葡萄牙系列 它的表盘的辨识度极高 而且呢 它奠定了一种手表的风格 这个表盘的设计灵感来自什么呢 它是当年IWC 为英国的这个皇家海军生产的一种甲板表 葡萄牙这个系列呢 它是基于怀表来设计出来的 另外呢 它有这个航海钟表的一些 比如说清晰啊 易毒啊 简洁的一些特征 这就构成了葡萄牙系列永不过时的经典 葡萄牙这系列呢 现在全系列都已经实现了自产基心 它里边都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亮点呢 它的自产的即时基心里边 它配备了一个高贵基心的标志 叫助轮 另外呢 IWC的这个比特顿上显系统呢 它是在双向摆动都可以给的基心上显 这个是它的一个专利 由于是自制基心了 IWC呢 很自豪的 把这些手表呢 全做成了透背 就是在这个表格的后背呢 安装了蓝宝石镜片 而不是传统的一个金属盖 这个金属盖呢 他们粉丝叫密底 加了蓝宝石镜片呢 叫透底 我们可以通过蓝宝石镜片 看到里边基心 我个人看了这些基心以后 我感觉就是这些基心呢 有一种机械美 另外呢 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心 一个基心的做工 我感觉呢 就是它的做工呢 也是非常的上乘的 跟IWC在业界的 一贯的名望是一致的 在这个系列里呢 有一个款式叫航海精英 这个航海精英呢 它首先第一次使用了全金属链带 这个全金属链带 还是有讲究的 因为IWC呢 它是深岸设计之道 IWC为男人而设计嘛 所以它的设计呢 也是有很多亮点的 这个系列呢 同时还有这个自制基心的 即时码表功能 这个也是值得一提的 这款航海精英 它呢定位就是一款豪华运动手表 怎么能称得上是运动手表呢 比如说运动手表 我们首先要兼顾吧 防水 最好还能防磁 IWC这款航海精英 它就是满足了这几个条件 再加上它的全金属链带 整体的设计 成功地诠释了一块豪华运动表 它具有比较好的手感 最关键是呢 我们要说它这个基心的动力储存 动力储存呢 按照这个官方的声称啊 它是达到了68小时 也就是说咱们举个例子啊 你周五的晚上 把这个表呢摘下来 当然是上满弦的情况下 到了周一的早晨 你觉得又想戴这款表了 然后你把它重新带回来 放置了预约身以后呢 对它的走势没有影响 所以现在的自产机心 基本上起步呢 都是应该是在60小时 现在我们这个IWC的航海精英 它的标称的动力储存是68小时 别忘了 它是一款计时机械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这个机心本身呢 带动了很多其他的 跟计时机构相关的一些 共用的零部件 所以它的复合 比简单的自动上显功能要大 在这种情况下 它还能达到68小时 说明它这个机心的 动力储存能力还是相当强的 现在IWC的专门链特别款 就是把传奇的陀资轮和这个很受尊崇的万年力功能 结合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呢 就属于高复杂的表 如果你是一个发烧友 你肯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感谢大家收看万表流行力啊 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我会在互动区呢 跟大家互动的 再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